大家好,我是普埃克森生 有没有那种药物 放到你嘴边闻一闻 你就不行了,你就晕倒了 或者拿个毛巾一包上 你一五,你闻一下 就马上晕倒了 或者像电视里面演的一样 在窗户上面开一个小演 然后往里面吹气 吹进去之后 你们一闻,马上就不行 马上就晕倒了,被麻醉了 有没有这种神药 可以快速的在几秒钟之内 把人麻晕呢 那么前些天在某一个网络平台上面 大家对这个事情争论起来 讨论起来了 那么有一位女医生 她认为有这样的药物 而且的话呢 自己给自己做了实验 拿那个麻醉用的七副丸 捂着自己来闻一闻 然后的话呢 并没有马上晕倒 过了一分多钟之后 她自己才晕倒 那么过了几分钟之后呢 又醒了 这个事情啊 引起了非常大的讨论 那么我也问了一些麻醉医生 那么麻醉医生告诉我 目前并不存在这样的神药 如果真有这样的神药的话 那么麻醉医生 他们会非常的开心 那么只要闻一闻 患者就给麻倒了 那么这时候做手术就方便很多 他们麻醉呢 也会方便很多 但是的话 目前没有这样的神药 没有这么简单 就可以把一个人给麻醉掉 那么麻药呢 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呢是局部用的 一种是全身用的 还可以分为静脉用的 和吸露用的 那么吸露性的麻醉药 是怎么样起作用的呢 它是通过这个呼吸道 进入肺里面之后 最后到达大脑 把你给麻晕掉 那么代谢呢 大部分也是通过肺 通过呼吸给排出去了 那么把吸露性的麻醉剂 滴到毛巾上面 然后的话捂住你的嘴巴 这样的话 把你麻醉 容不容易呢 说实话 并没有那么容易的 像气浮完 它在肠纹下呢 它是液体的 那么倒到毛巾上面之后呢 它会挥发 挥发成气体 你吸露之后才能起作用 但是的话呢 你是在外界的 这个空气的缓震当中 你想要吸露那么多的气体啊 要达到一定浓度 想要把你麻醉的话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的话呢 别人用毛巾捂住你的嘴巴 你肯定会反抗的 对不对 你不会配合的去做深呼吸啊 不会快速的把这些东西吸进去啊 不像你做手术麻醉的时候 那么医生告诉你 你要放松 你要深呼吸 你可以快速的把这些麻醉药吸进去 而且的话呢 麻醉生他们有专门的绘画罐 有专门的机器 有专门的面罩 他把你这个地方呢 扣得死死的 这样的话呢 不容易漏气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而且的话呢 还要纠正大家一个错误 实际上呢 麻醉生很少使用这种 吸入性的麻醉剂 来把你这个放倒 也就是说呢 麻醉诱导 那么实际上大家在看电视 或者看电影里面看到的 在做手术之前 麻醉医生会扣一个面罩 扣到你这个上面 然后的话呢 叫你深呼吸 实际上那时候吸的呢 大部分情况下都不是麻醉药 吸的是什么呢 吸的是氧气 增加你氧气的储备力 那么为什么突然说 吸一吸之后 很快这个人呢 就闭上眼睛就不行了 实际上呢 有另外一个麻醉医生 他在隔壁 往你的静脉里面推麻醉药 那么麻醉诱导的时候 麻醉医生最常用的呢 是静脉的麻醉药 是往你这个血管里面 打静脉的麻醉药 那个起效是很快的 可能啊 几十秒钟的时间 就把你放倒了 那么实际上深呼吸的时候呢 并不是吸露的这个麻药 因为这个面罩呢 也不是完全密闭的 你吸的时候呢 如果你里面冲出来的是麻药的话 效果并不是很好 不能够完全密闭 有可能啊 亏换到这个手术室里面来 这个麻醉医生啊 或者手术医生啊 也有可能会闻到这样的麻药 所以的话呢 大部分情况下 吸露的麻药并不是用于麻醉的诱导 而是用于麻醉的维持 麻醉的诱导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还没有睡着 那么突然给你点药 给你睡着了 然后麻醉的维持呢 就是你睡着之后 我要维持你这个睡觉的状态 这就是麻醉的维持 所以的话呢 一般来说 做手术的时候 都是静脉诱导 先静脉给麻醉药 马上让你睡着 那么等你睡着了之后呢 再做一个气管插管 把一根管子 插到你的气管里面去 然后这时候 再接上麻醉机 这时候呢 就可以使用这种 吸露性的麻药了 或者呢 使用静脉的麻药 或者呢 两个都同时用 所以的话呢 一般来说 这种吸露性的麻药 并不用于麻醉的诱导 主要是用于麻醉的维持 大部分情况下 都是这样的哈 特别是对于我们 成年人做手术来说 那么的话呢 吸露性的麻药 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代谢快 因为它是通过呼吸进去的嘛 同时的话呢 它也通过呼吸出来 如果你停药之后呢 通过几个呼吸 那么你把体内的药物 代谢出来之后呢 你就会很快的醒过来 所以的话呢 这是吸露性的麻药 另外一个特点 那么这里面呢 也就说到 即使哈 你闻了这个吸露性的麻药 把你迷晕了之后 那么如果它不是 持续的给药 不能够持续的 把你这个呼吸道里面 灌注这个麻药的话 那么过几分钟 你就醒过来了 通过你的呼吸啊 你就把这些东西 给排泄出去了 当然的话 这仅仅是一个 医学上面的探讨哈 就是说目前不存在 这种义务 马上就能够让你晕倒 马上把你麻醉的神药 并不存在这样的药物 而不是叫大家去 怎么样犯罪 这个麻药啊 在医生的手里面 它可以治病救人 如果是在犯罪分子的手上 那么它就危险了 它就可以用来犯罪了 而且的话呢 犯罪分子 往往是通过多种方式 来这个对受害人啊 施以伤害 比如说 除了用这个吸露性的麻药之外 它还可以口服啊 或者是这个打针啊 用一些其他的药物啊 把你这个 弄得意识丧失 或者呢 意识迷糊 然后对你做出一些 非法的行为 所以的话呢 一定要加强 这类药品的监管 不让这些药物啊 留到坏人手里面 那么的话呢 希望也大家可以 了解这样的知识 同时的话呢 要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我们啊 不要轻易的跟陌生人 出去玩耍 或者呢 在酒店里面啊 在这个酒吧里面啊 陌生人搭讪的时候呢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不要和陌生人 递给你的饮料啊 可乐啊 这些 有可能里面就加了一些药物啊 可以会让你神志丧失啊 然后的话呢 会对你产生一些危害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这样的知识 关注我 关注牌克登生 明天进步一点点